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次的晚联乌冬台的节目 首先恭喜大家生日快乐 原来是人日 我现在才知道 所以恭喜大家生日快乐 希望大家心想事成 事事顺利 真体健康 今天晚联乌冬台的slogan是 多谢Vivian 晚联乌冬台 欢迎一起来 大家一起开心 这次就是我们英超族搬来 会在明晚星期二的深夜4点 或是星期三的凌晨4点 所以一如以往 我们在互冬台就是深水预计留言区 明晚2月8号 晚十六点之前 留你的预计阵容 我知道有些朋友想早点留 所以我们现在就 这个新的做法 但是关于Team News的 球队的资讯和伤病 暂时未有的 因为我看到官网那里 暂时未有出来 不要紧 晚点我会看到 因为联克将会在今晚10点开记者招台会 应该相信有些新的消息 包括 究竟Spuno有没有受伤 新了是不是真的没事 这些我相信记者都会问 如果想知道这些相关的消息 明早可以听大巴台的赛前资讯 无论如何 但你想留言 深水预计阵容可以留住 明早听完之后再改都未遲 大致上这场播放只有这么多资讯 当然 趁这个机会讲讲 因为大巴今天相当劲力 大巴台有三条片 不知道大家看完没了 第一条片就是 不关曼联事 但有影响曼联的 转会事件 就讲一下 其他的英超竞争对手 究竟他们的转会市场做了什么 对于我们争前四有什么影响 第二条就是 讲一下尖士格纳 以及其他包括 马仕耶的一群外借球员的 档向 究竟他们能踢成什么 稍后晚一点 还有条片未出的 你看这条片的时候 多可能看的时候 也可能出了 第三条片就是 访问Daniel James 究竟为什么离开了曼联之后 他这个访问 有关曼联事 尽管看看今天 大巴台的第3条片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 记住 明天 即是2月8号 下午6点前 留你的深水预计阵容 接着之后 我就会跟大家用 大家的深水 OK 这次来到 多谢观看 拜拜